好 了解了 相亲戚了是吧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不一样 还现在 做了骂道日后 横账了 换了辆车 然后迟到了 还迟到了 说一声 说一声 还请你司机 不是 你在说什么啊 这位司机 你好 你来讲 我给你介绍一下 来 这位是我的两个朋友 这位是马勇 然后这个是小芳 那就是要欣赏 身边马验证所的参加 好 好 是这样 他怎么会由你送过来的 只要得车胎爆了 车胎爆了 太危险了 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他一般来讲有这种事情 都会先给我打个电话的 无论他这个星球 我在这个宇宙当中 任何一个地方 我都会不透的一下过来 但是今天他没有给我打电话 这是事实 为什么呢 因为 他怕我担心 他怕我着急上火 我都没理解了 你听了 但是 你也不能随随便便 找一个陌生的男人 然后就送你 万一他有什么企图 万一他是个坏人呢 够了你啊 那你有什么企图啊 我沈安何都可能需要你这样 乔大公子这么照顾 我这样了 你都看不出来吗 看出什么 我都这样了 哪样 你还对他那样 他都那样了 我比他还那样呢 不是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好 你等我一下 司机包 特简单 这个以后啊 不用再送了 也不用再约了 然后至于这个车 你开走吧 不用了 好吧 快 开车走吧 走人 走 你干什么呢 我怎么说到底 她是我的女人 懂了吗 我都说得再明白一点 你再说什么 以后离她远一点 你说什么 你明白了吗 这位先生 你爱慕沈小姐的心情 我可以理解 那就好 我对沈小姐 只是尊重 是敬仰 挺好 那么在沈小姐 正式答应我之前 我是不会做越界的事情的 哎 等会儿 你让她说什么越界 这个词 他刚刚是说越界吗 说得不对 听得我这是毛骨悚然 大家刚才差点 挂挂你知道吗 我这么个废 小孩你还行 刚才要不是火 躲得及时 你知道吗 我们俩现在可能 就我在医院 你在法院了 是 是他在医院 你就你在医院 我在法院 那不好意思 那你受惊了 什么 你让我受惊了 对吧 不但他说他让我受惊了 是 我也知道了 我跟你说 太可笑了 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老大能让我受惊的话 没有一个人会让我受惊的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两人够了 好吗 听懂了 能不能不说了 我的女人 不好意思啊 别站在那儿 过来跟我来 不好意思啊 这很长 我能不能都很爱看我们家 就请你们来自己一遍 嘿 嘿 伟伟 嘿 嘿 你 别闹了 快 别闹了 那我先走了 好 有机会一块吃饭 谢谢 谢谢 你 谢谢 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生命没有第二次 你知道吗 好了 路况危险 不懂啊 路上注意安全 听见没有一定要注意安全 路上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要开车的时候 眼够了吗 过瘾了吗 舒服了吗 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你那样对我的朋友 我也不想啊 那干吗要那样 我不知道 情不自禁啊 跟你道歉 我不应该那样 行了吗 但是你现在是我的妈的 你的身心是由我来保护的 这个责任是我的 对不起啊 我现在答应跟你合作 完全是出于我看的小光的面子上 但不代表我就卖给你了呀 好 你说得有道理 行了吗 你都对 但是拜托如果你要相亲的话 可不可以 找一个比我好一点的 你看你找的那什么嘛 那 不好意思 让你受惊了 除了这还为什么 我管得着吗你 我相不相亲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不是真把这一档盘猜了 还是不是 是 我吃错了是吗 确实有点小心眼 想 想什么 喂 喂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乔天宇在吗 他不在 出去了 他去哪儿了 您是哪位 喂 你好 我 我 您好 我是服装店的 乔天宇先生在我们这儿订了一套服装 要求我们下午一定要送到 可是刚才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 他关机了 所以 是这样的 他去美斯街小店做事了 方二傻 他去那儿干什么呀 没有没有 对 我知道方二傻 那好 谢谢哦 方二傻 因为这样我就找不着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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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合照怎么样 勉敢就是 我的翅膀 我要合照呢 多美啊 啊 一片海洋 白白的不同方向 阳光下 蓝色的梦想 天一闪烁 跟王子一家似的梦想 你看 回家是不是 怎么了 忧郁是态 我又觉得我应该有一张 随你 喂 没关系 低一点 低一点 放松 住这 喂 住这 和爱就像中国 我要追逐希望 让青春充满能量 嗨 去啊 管得拿吗 我送了你啊 不需要我可以打车 行吗 你要去哪儿我送你啊 我要去我爸找我哥哥 好 走 别挨 又怎么了 想要掌在你的身上 你爱去哪儿 你跟我去哪儿子 我要去你去的地方 可爱 别跟你玩 小胖 看着他 老大 我看着他 我觉得你们俩肯定能撤 你也看着他 对 就从他那个秀人的样子里面看着他 你还特想受到我 你想说什么呢 可见 挺 Waiting 挺够的 很 steht 你好 我 你讲话 是吗 另一iens 看着你 喂 苏珊啊 你来电话 我很高兴啊 本来啊 是想去看看你 只可惜 白白的腿这两天 老毛病又犯咯 那我去看看你妈老头 那可太好了 我们好长时间也没见了 只可惜啊 可能你们这些年轻人 瞧不上我这个老头子哟 怎么会呢 我最喜欢叫苏珊了 好 好 那这样吧 晚上 我让天忆早点回来 你也过来 我们在一起啊 坐一坐 聊一聊 好啊 那就打扰了 怎么叫打扰呢 欢迎你来 好 晚上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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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死定官呐 对 他出息有一会儿了 睡哪儿了 不知道 来 靳远 看的是毕竟 我又不是都帮我 我看着他了吧 怎么了这是火气这么大 工作上的事 没事 不对吧 我看是感情上的事 工作上的事还能难得住你乔总结 没事了吧 那我走了 工作上的事才是一团乱糟的 你怎么了 那个史蒂文太特殊了吧 首席主任的人怎么这样啊 成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那又怎么了 不用这么认真吧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打开这个干嘛 乔总让我盯着他呢 谁 你爹 他们两个生活关系和我爸有什么关系 你爸说了 他又想当董事长就不能结婚 为什么 是我们用担着事的吗 接了婚公司算谁的 他真是 他真是 他们两个人是 工作关系 大哥 追拔了你 大喊大喊 但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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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知道了 姐 你真的不在啊 干吗呢 偷偷摸摸的 找我 吓死我了 上班时间你去哪儿了 我还想去哪儿啊 上班时间你不在办公室 你在什么地方呢 我的意思是说 你去哪儿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我知道 刚刚你是不是和斯蒂文在一起 有没有 有 好 我理解你 你不理解万岁吗 斯蒂文一表人才 绝对配得上我姐 我支持 你真支持 我跟他在一起全是因为工作 当然 我相信 但是丁俊未必相信啊 丁俊 这跟丁俊有什么关系啊 丁俊是 我爸在公司安插在你周边的一个眼线 专门 看你 你也明白他的 资料库 更快的 移动硬行啊简直就是一个 所有的信息都在他那儿 我爸说了 董事长的权备 还有爱情 只能二选一 凭什么呀 难道二叔也像 要干涉你的婚姻一样去干涉我吗 凭什么 对 我也觉得很可笑 你别跟我急啊 可能 他也有他的道理吧 他就是 怕公司改个线 不说这个了 我跟你说这些 只是想给你一个 非常良好的提议 我希望你们这段 健康的且茁壮成长起来的 这份爱情 可以稍微地转变为地下情 回 白点 说完了 滚 好 来吧 回来 姐 谁 我 好 天哪 瑞雪儿的把照片拍成这样 还让不让别人活了 太晚了 你大脚抄了我呀 瑞雪儿 太难了 三十五号本来条件就这么好 而且还你这样一包装 乌一滴了 好 好 那什么意思呢 泄气了 不比了 是吗 这是第一个环节 这是比比形象而已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才艺表演呀 对不对啊 还有很多呀 就不玩了 放弃了 拿出你们的动力来 超越我 超越你 大点事儿 超越我 超越你 就是 要不然我独服求败我多难受啊 对不对 瑞雪儿 三十五号让你活怎么样 我保证我会像喝了红牛一样 干净失足了 这独服求败的痛苦 就让我为你分蛋了 你是叫什么名字啊这 小美是吧 你怎么想得这么美呀 你知道这个三十五号有多难对付吗 你知道我下了多大的功夫 才说服他参赛的吗 真的呀 你知道吗 瑞雪儿 讲讲没 对对对 讲讲 讲吗 我想讲 那我先接个电话啊 先放手 先放手 我去 开电了 开电了 我去 等我再上班呢 行 好 马上 起了怪了 又来突然袭击 老爷子想你了 想我也不至于这么着急 像我这么敬业的人 真是不想耽误工作的 乔总 这个新时代的好男人 要事业跟家庭兼顾的 那为什么我爸让我回家的时候 一定要带一束花 为什么 花 我没想明白 今天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吧 乔总也不是那卖花的人 让你买束花干什么 等我想想 等我想想 以我这科学的大脑分析啊 这花要么就是给你相亲用的 要么就是给他相亲用的 给我相亲不合吗 那我爸要把他们地下人籍被公布了 你太棒了 太棒了 你又立功了真的 还是你聪明 别忘了一会儿去帮我买一束玫瑰 新鲜的 最好的 其实天宇哥哥他是最关心我的了 乔伯父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啊 摔倒了 其实我就磕破了一点点的皮 流了那么一点点的血 我还没怎么着呢 天宇哥哥他先着急的哭了 幸亏这次我没有受伤重伤 就是那个骑三轮车的人 有点倒背 行啊 事都过去了 你只要好好的就好了 你知道吗 天宇为你这事担心的 脚都睡不着 真的 小伯父 你放心好了 就是为了吃吃天宇哥哥的事业 我也一定一定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倒下 你撑住 好 撑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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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像你这样 漂亮 纤熟的姑娘 上哪儿找去 天宇她是 身在福中不知福 乔王府 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天宇哥哥 不管她对我是怎么样呢 反正我为她做的这些事情 我都是自愿的 好 好 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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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宇 快来快说快 天宇哥哥 好 她买了鲜花了 把花给杉杉呢 你很快 赉野哥哥 你公公跟妈妈还彻底去给我买花 不 谢谢啊 我最喜欢我美推了 老大说点事儿好了 挺急的 好 老婆 老婆 姑娘等会儿啊 爸 你干嘛呀 你知道我对她一点感觉也没有 她是我妹妹 发想我跟她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 行了行了行了 你听我说 你只要娶着她 也就能掌控洪州 掌控名门医院 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不行吗 这些我不感兴趣 我只要我的爱情 我要自由 那好 那这样子 你帮我一个忙 只要不娶她 带着苏珊 去吃顿饭 然后把她送回家 那这还不行吗 好吧 为了你 等等 帮那花拿上 哇 哇 那花我去不去 那花我去不去 喂 哥哥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 这么美妙的夜晚 晚饭吃得开心吗 开心 谢谢啊 我也完成我爸的任务 这花呢 是这样 我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我之前啊 得到了一个信息 我误以为是 但实际上 它不是 没关系 没关系 行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知道 没关系 没关系 就是我 好 现在咱俩是发想的 咱俩是好朋友 对 人家不说我们这样的 就叫做青梅竹马 天生一队 两小五彩 对了 就有些事情嘛 如果强求了就是 就是 就是 都不太公平 你懂吗 嗯 就是 要不要送你回家吧 好啊 你怎么瘦成这样子 我挺好歹 你还是带着孩子 把你妈妈家住去吧 我也想啊 可是你知道我那弟弟 他是个烂毒鬼 我怕 那他也是你弟 对了 这段时间有没有人 找过你啊 没有 黎叔要我问你 说 乔先生有台电脑 在你那儿 问我知不知道 你怎么说 我告诉他 我不知道 是不是 我那天看到的那台 这事你别管 赶紧带着孩子搬家 陈先生 时间到了 我走了 我过 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明门医院前院长陈静被抓了 姐弟他职务的 正是和他共事多年了 半岭温泉明门医疗中心 前办公室主任刘玉 陈静的问题 应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贪污问题 在新井小区拆迁过程中 恐怕 威胁 原址居民 骗取拆迁户签字的这些行为 应该得到严肃的查处 刘玉在沉静的犯罪电条中 究竟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在以下的照片中 可以见证 然后再来 我请你 在行为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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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四万多票 没想到我们会得这么多票 天宇哥这首页的安排 再加上安静你天使般的面容 我越来越有信心了 说什么呢 还不是你衣服设计得好 我都想好了 等我们赢了比赛 我要用奖金 给你做一件最美丽的婚纱 做 做什么 婚纱 干吗 只要你跟天宇哥结婚的时候 就可以穿我做的婚纱了 天哪 那想脑袋快这么多想什么 对啊 这也很可爱 走 来 给你拿水 给水就给水 你吓我谁啊你 怎么样了啊 快看 安静 都四万多票了 都四万多票了 安静真厉害 你怎么样 今天晚上回家吃饭吗 今天可能回不去了 今天十二点 游戏更新完成了 给我们发妆呗 还有大礼包 所以说为了这个礼包 你连饭都不吃 一顿饭不吃 没事 饿不死 再说了 游戏里啊 我可以满血附火包蛋 饿死了 小董 你就和新加坡一视频 连接上来 接过来吧 嗨 丽莎 麦克 辛苦了 哪里哪里 只要平台能够重庆 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尤其是这么美好的夜晚 能够和你们一起客户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好 那开始吧 开始倒计时 执行 麦克 把一号夫妻数据传输给我 准备传输 请接收 收到 非常好 那当然 我们的夫妻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把随机的四号夫妻数据传输过来 好 小赵 把四号夫妻数据传给老大 喂 好 看来我们服务 것은 可以 假装 很花 alto iat 小赵 小赵 跟你们 回来五点 吃叶玛 吃叶玛 我就想想这个 吃叶玛有什么用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坐骑 很贵的 可以卖五百块 这个没有翅膀卖不了五百 那怎么着 也得给你卖个两百块吧 两百能卖了 还有东 我们俩在这陪你一手呢 你不打算表示表示 请你俩吃叶宵吧 这多二千倍啊 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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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五 你才是二百五呢 太棒了 从客户中心的数据显示 我们的游戏平台 运行得非常稳定 丁总监 谢谢 谢谢大家 这段时间辛苦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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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熬游的在线用户量 突破一百万 真快 可是宋淑涛的笔记本 丁俊还没有拿到啊 这个陈静我还真把他看走眼了 您对他够厚道了 他离心里得吃里扒外 摟着咱们要找的东西不吭声 真是 胃不饱的白眼狼 再给他压力 那丁俊 把电脑赶紧拿回来 好 好 好 待会儿这个问题就在哪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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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不见了 赵董 您好 好 这位是苏川小姐 对 我女儿 你去哪儿啊 这孩子 天儿哥哥怎么不在啊 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呢 是源于我们红州吉他的一款智能网络游戏 九州遨游的平台 已于今天零点正式重新启动 数据显示 在短短的六个小时之内 已经有六十万用户 登陆了我们的游戏平台 听说这次游戏客户端 增加了防护软件 请问这是否会给服务器造成压力 是的 这也是我们公司继续和 新加坡泰邦公司合作的原因 他们公司的超级云平台服务 为我们的游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另外 用户量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能达到六十万 必须要提到 我们公司和网吧 推出的大礼包活动 事实证明 和网吧的这次合作 游戏公司和网吧是双赢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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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我们公司推出的 Cosplay Show的比赛 将再次为遨游助理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洪洲 十二个人物的画像要给我摆齐 两排 懂了 然后其次一会儿发布会出来的人 每个人手里必须要有一份宣传资料 你有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停 你 还所以呢 徐总监啊 不知道 刚才跟你说话的不是他吗 我怎么没看到 我还要找他呢 你这人挺有意思啊 我问你他在哪儿 你告诉我你还找他呢 我既然都没见着 我也不知道 他可能去约会了呗 约会 跟谁约会啊 我在这儿她跟谁约会啊 乔总监约会跟您在不在有什么关系 有关的 不好意思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你们乔总监的 会个人妻 那就更奇怪了 那乔总监去哪儿 怎么就不告诉你这个人妻呢 你哪个部门呢 你叫什么名字你公号多少 你跟我说话这么嚣张 小心我让我天宇哥开除你 你信不信 猝不好当回事是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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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两个都是 全部开除 欢迎 哎 丽莎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让九州熬游 恢复火爆状态 真是有能力啊 谢谢方阿姨 您能来就是对我的鼓励 对了 这个季度的盈利报表 我放在贵宾室了 而且我给您泡了一壶 法国的茉莉香茶 您可以一边饮茶 一边看报表 好好好 苏三爷来了 哦 我看见他了 他去找天宇了吧 是啊 找天宇去了 他还像小的时候一样 喜欢跟天宇玩 哎 孩子大了 管也管不住了 就是不懂事 我陪您过去 好 走了吗 解决了 谢谢 她说她是您未婚妻 为什么您这么躲着她呀 她说是我未婚妻 就不是我未婚妻啊 她是我妹妹 我的发小 她还说是我姑妈呢 我猜她也不是您喜欢的类型 当然不是 我想知道我喜欢什么类型吗 我跟你讲 我喜欢的类型 那太特别了 太特别了 太特别了 我帮你打了 散会 来了 我要走了 不要想起来 好 呦呦 去哪儿 这儿 聊什么 干嘛 你静一点 我怕听见你说话对你不礼貌 我说话很大 好 我还以为你不礼貌 怎么会啊 你昨天晚上心事说 没有啊 我很好 那就好 怎么样 看到了吗 觉得这个角色表演 好吗 有没有新鲜些吗 我一直都会有新鲜 OK 而且 从九州好游的游戏恢复速度上来看 你们红州集团真的能力很强 可以 所以你就要把全身心都给换 放到这个比赛上 我参加这个比赛 只是为了要帮小邦了吗 等有合适的人选 随时就要替换掉 不行 这样做人太不厚道了 要帮人就要帮到底 有头有尾上 对不对 你不是这种人 一定会帮的 你知道我刚才看见谁了吗 谁啊 铭门医院的刘彦 对啊 你知道呢 他是铭门医院的院长现在 所以 买很正常 所以说 铭门医院和你们红州集团的关系 真的很不错 我爸爸还有福州的几个普通 也是铭门医院的投资人 那这么说来 高端医疗中心拆先货的问题 你们也应该有决断权了 你看 你有直奔主题 我必须要跟上你们九州 有多速度 什么速度 恢复速度 快速是不是 对 那你很快就能看到铭门医院 什么剑 我不知道你要什么剑 你知道吗 我知道什么 刘彦是陈静最得力的主授 是吗 陈静之前做的每一件事情 刘彦都有参与 所以说铭门医院的问题 绝对不是 抓了一个陈静就可以解决了 老实 还是这样 我并不是倘货刘彦 我只是想说 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程序 证据 所以说我们必须去找证据 证据他自己不会放在那儿 咱们 咱们能不能换换一下 好 好 你刚才跟我讲 说你爸爸也是铭门医院的 投资人之一是吗 你还又来了 怎么了 他是 他有钱他到处投点资 这不很正常吗 怎么了 是每次跟你在一起聊天就 就会这样的 永远紧绷绷的 就像那个命悬一剑一样 我就是人一剑 随时就要被射出去一趟 那你就离我远一点 我为什么要离你远一点 我就不 我不愿意离你远一点 我 怎么了 怎么了 这位先生我得提醒一下 好啊 你是这家公司的总监 你现在就要这样子呢 我哪 还好啊 再回去 好 我还会答应你的和承诺你的我都会做到 我哪次没做到 41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